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늘多 잠点 接下来 种 скol 颜色泣wood 成 春 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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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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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说 不要对亲友不可靠 就是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他这里从事上是这样讲的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受用是无常的 没有可靠的 不仅是受用不可靠的 而连自己存活当中的精神 自己的生命 身体 也就是说 我现在的生活 方方面面的东西 全部也是最后 离开人间的时候要射击 还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全部要射击 只有自己孤独一人前往中阴 这个时候 无有任何目标而前往 所以我们现在 人活着的时候 为什么对世间的亲朋好友 特别的担着 结上亲密的关系 然后对怨恨的敌人 特意的嗔恨 愿意舍弃 为什么这样结上出缘关系 不应该结这个缘 因此当我们死的时候 包括自己居生的身体 在那个时候 全部也要舍弃 一个人也要离开的 自己的父母也好 兄弟 子女等等 所有你的同事 同学 老师等等 世间上所有的这些人 全部也要放弃的 那么那个时候 你自己可以说是独行义人 孤独凌凌的 你是独行义人的 那个时候 随着你的是什么呢 据佛经里面所讲的那样的 善恶之宝 如隐随行 意思就是说 善恶恶的这种报应 实际上是跟着你身体的影子一样 一切万般带不走的 唯有业跟随着你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应该该执着的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恶业和善业 一定要执着 暂时你在没有离开轮回之前 是善业对你来讲 生生世世的有利的 恶业对你来讲 是生生世世不但无利 而且有害的 这一点是应该执着的 这是特别长远的 你真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身份证 只能管用一百年 你有生之年 但是你善恶业的身份证 你就要用多少年啊 多少个戒啊 五指不扩在最后讲义当中 也是讲了 就贪执这些 真的没有任何事宜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大多数的人对自己的亲人 特别特别地去执着 尤其是现在已经 世界上所谓的这种感情 就这样的话 好像没有这个人的话 他就活不下去一样了 有些人为了这个人 杀害别人 也是没有任何困难和问题 所以对别人的这种 对仇恨的执着和 对亲人的执着 太过分了 特别的强烈 那么这样的强烈的执着 如果我们换过来 在佛法方面有这么强烈的 信心和出离心的话 那么我们都是很快的时间当中 一定早已解脱了 明镇要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预想 给我们打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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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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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已经讲了 心里的三种不善业也没有改变 行为上如果有一些不善业 行善的时候也有改变的一些机会 所以他这里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世间当中所造的不善业实际上是产生一切轮回当中的各种各样的 什么辛苦 变苦 哀悲利苦 还有生老死病的痛苦等等 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痛苦 依靠不善业而产生的 哪怕实际上任何一个不悦意的东西 我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出现热风 这也是通过不善业而产生的 如果天气特别冷的时候 吹寒风也是不善业而造成的 凡是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不快乐的东西 全部是不善业而产生的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何人造善业 逼人都安乐 何人造恶业 逼人都痛苦 这是我们以前也是给大家讲过 任何一个人他如果造了善业 他的果报必定是快乐的 这是因果关系 我们所谓的宗寡寡寡寡寡 也就是说 自己相续相同的果实 一定会是这样的 有些人这样认为 那为什么我造善业 获得快乐 这一点是自然规律 为什么我们种小道子 然后产生道业 这也是一个自然规律 你好ņ 48 Bears当 ת програмyu不快乐 这是柜的席mo многие点其实是否更有12个人 也就是这个人ada 我觉得很不苟 有没有女雅 你的豪姆 还有 strategic有不幸在 不管是在 match中 别人的人 你能给予一些实际的 就是爱的 在这一点 你要加姑uters 你也aurai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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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业因果等等 这些如果你要相信 这叫做是世间正见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生的有了世间正见 那这个人毕竟会转生到山区当中去的 所以这样的因果正见的确也是相当的重要 有了因果正见它会好好地称呼 而且像我们历史上的米拉日巴尊哉也是个典型的例子 他在造年 也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 他就造了很多的恶业 后来他有一个因果正见 最后就认为自己肯定是堕入恶趣的 最后到善地里面去开始进行修持 而获得成就的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 每一个人来讲是 确实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有这样的因果正见的话 那一定会获得解脱的 有解脱的希望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不是这个行为上 应该从内心当中要有一个忏悔的心 要有一个解脱的心 这种心情应该很疾苦 很强烈 好像在过一段时间 明年 后年不要这样的 日日夜夜的 你听到这个佛法以后 就马上行动 而且自己对自己 不应该有许许多多的借口 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 自己认认真真地去闻思 修行 那这样实际上我们 人生虽然断着 但是也有修行的时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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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 获福所知罪 如是中国罪 因为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这些人是愚昧不知 已经报了不杀的 杀生 邪恶营等等一些自行罪业 同时也做了一些 比如说下午吃饭 或者是你受戒的时候 特意犯了很多很多的佛制罪 总的来讲 所有的这些罪业 都可以包括在自行罪和佛制罪当中 结果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什么叫做自行罪呢 所谓的自行罪是 任何一个众生做了这件事情 实际上就变成罪业的 比如说我们杀生的话 故意杀生是 不管在家人 出家人 受过戒律的 没有受过戒律的 包括牦牛在内的众生 所有的旁生等等 他们凡是做了这件事情 都会有一种罪业 都在他的阿赖耶上面 染上罪过 这叫做自行罪 也叫做本性罪 那么什么叫做佛制罪呢 所谓的佛制罪 这是佛陀 为了印证各种各样的众生的根机 然后就规定了 一些系列的戒条 别戒陀戒 菩萨戒 密乘戒等等这些戒条 如果我们输了戒 在上师和严厉的对境面前 已经成罗了 成罗以后 如果就犯了 就会变成罪恶 这叫做所谓的佛制罪 当然这个罪业有些是 有可能四种情况吧 记得 既是成佛制罪 又是成自行罪 那这样的 就像比丘杀牦牛 比丘杀牦牛的话 也成了自行罪 也成了佛制罪 成了自行罪 不是佛制罪的 没有受过戒律的人 杀害众生 这叫做成了自行罪 但是他不成佛制罪 然后只成佛制罪 不成自行罪的 就像比丘 比丘你的戒条 比如说戒主祸 或者下午吃饭等等 这些作为受过戒律的人 将会犯戒的 但是没有受过戒律的人 不会犯戒的 所以单独的一种佛制罪 就是佛制罪 或者你受过居士戒 八观载戒的时候 你没有到这个世间的时候 开始吃饭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所谓佛制罪 也不是佛制罪 也不是自行罪的 那么我们平时吃饭 各种各样的行为 实际上也不成为佛制罪 也不成为自行罪 可能有四种情况 也不咳嗽 没了 再来一次第一次 请不吝点赞 tragedy 这个生日 这些很成功 不吝点赞 转发行事件 有无所谓的就在香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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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认为 如果佛陀没有制定罪业之前 这些事情都不会罪犯 如果佛陀制定完了以后 才有了过失 那这样的话 佛陀是不是罪业的组成者 或者是成了罪业的因啊 因为他没有规定 不会有过失 这个在《撒迦班智达》的《遍三戒论》当中是有回答的 比如说农民开辟一个天地 然后种上庄稼 到了夏天的时候起冰雹 毁坏所有的庄稼 但是那个时候所谓的农民会不会变成庄稼社会者 根本不会承认 虽然农民为了利益自他 他开辟了天地 但因为他做了这样的天地以后 最后毁坏也是对他来讲不会成为的 因此佛陀为什么规定呢 这是有利益的 应该这样的 见解对众生是有利的 虽然有过失 但是过失的作者 不是所谓的佛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尽了六门当中 就是自信罪和佛制罪 所有的罪业可以包括在这个当中 但是我们在座的人 犯过没有这些罪业 应该说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也是犯过不少的 而且自己能议得起来 自己能不能会议得起来的 有许许多多的已经犯过 应该值得在诸佛菩萨面前忏悔 那么怎么样忏悔呢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合掌护主见 已为罪苦行 再三离诸佛 禅除一切罪 那么忏悔的方式 是应该这样的 在所有的释放 诸佛 包括自己的传承 根本 上师 全部隐形在自己前面的虚空当中 作为我们所依对之力 所皈依的对境 在他们面前 自己身体应该共共兢兢的 五体土地 双处合掌 以莲花带放的双处合掌 然后心里面有特别强烈的 一种惭愧和愧疚之心 就是有罪毁之心 从语言上也要念诵这个偈颂 我们平时 有些人在念诵的时候 在一些其他的上师面前也好 或者诸佛菩萨面前 应该念一些自信 这样的忏悔文 一味心 应该有一种恐怖的心 什么样的恐怖心呢 我如果没有好好忏悔的话 那的确是我的生命 什么时候终结也很难说的 一旦我的生命终结的时候 因为我所有的罪业 还没有得以清净 在那个时候 我死了 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那我肯定只有一个 堕入而去的一条路 所以有一种特别可怕的心 就会是绽动的事件 就可以了很多人说了 这是你去继续做好事件 你们准备了一个的支持者 因为我们来往前的人 这个人 的我们来说能够先问我 希望能够和那些人不关心 当需要驭造性的 不关心的人 posing 这事件的数字 因为我们来头和这个人 我们来说已经看到了 diferentes人 不才不是我们来说那这件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些人好像我造的很多 我这个业力非常深重 但从态度上不能剥热 好像也无所谓的感觉 那么这种态度 不一定忏悔的清净 因此应该以特别可怕的心情 再三地在佛陀面前顶礼 尤其是我们忏悔的时候 修五十万加薪 通过顶礼 通过念百字明 即连曼查罗 通过这种方式来忏悔的话 当然是最殊胜的 而且真的忏悔是很重要的 在佛陀面前再三地磕大脱 还有残除自相续当中的一切罪业 比如说 佛陀在《无情智慧经》里面说 我们所谓的忏悔 实际上是积累资粮的一种方便方法 还在律藏当中也说了 我们现在所谓的忏悔 忏悔完了以后 这相续当中的罪业减少 让功德越来越增上 以前上师如意宝的《中业心智明经》里面也是讲了 如果我们相续的如来藏的明经 被两种障碍的灰尘已经遮障 那么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 这种影响不能现前 因此我们相续 没有忏悔所欲清净的话 那么修什么法 都是不一定马上受得概念 不一定马上有这种 成就的言相 所以我们也带走这种故事 是这样的变成说来 知道这种影响能力因为 什么以后 发生了什么也带走 碍得最好 那么修正的 red 其实我们是优优独播剧场上 没有连线空发 他们都没有分开 这样子也说这种影响能力 就能搞定了 既然说这种影响都是表现 这种影响能力 对方是这样的让敌人 那么修正主任 そ为这种影响能力 我们就必须想演出 给大家认生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讲的 最反悔对峙里 就是死对峙里当中 最后一个反悔对峙里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诸佛其宽恕 往昔所造罪 此即非善行 而何事不为 意思就是说 在所有的世间道士 诸佛不上面前 我恭恭敬敬地祈求 就祈求你们宽恕我 往昔所造的一切的这种罪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以前所造的这些罪呢 确确实实不是个好事 不是好的一件事情 应该在你们面前 值得先忏悔等于清净 先忏悔完了以后 我以后呢 哪怕是遇到再大的困难了 遇到什么样的违缘 我发誓言 再也不造这样的恶业 如果这样发自雷青的一种决心的话 我们下去当中的罪业 应该会得以清净的 以前上日如意宝也是在讲 这些窍诀的时候也讲过 我们忏悔的时候 第一个你必须要搞清楚 发怒忏悔 所谓的发怒 你所造的这些罪业 不应该隐藏起来 应该在该所的对境 像你的上师也好 菩萨也好 佛面前自己就把他发怒 然后一心一意地忏悔 忏悔的时候 你要有两种 一个是后悔这些 还有一个 就是以后不再造作 有了这两个性 你造的什么样的罪业呢 也应该会得以清净的 以前佛陀在《金光明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前劫所造无边罪 一次作散也清净 就是以一次的这种忏悔 也得以清净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千个劫当中 所造的这些罪业呢 通过一次的忏悔 也会得以清净的 谢谢大家 这种读者 来了 这种读者 来自一个人 你们俩来得以清净的 好凡来吧 这种读者 还有这个读者 来自个人 这种读者 来自我 也会得到您的读者 做出版本的读者 我说 这种读者 来自我 要求是我们修正的读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 观看